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缘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你家有猪牛鸡兔吗? 妈祖保佑你大富大贵大福气,属猪,五行望水是属猪人的本命之术。 从现在开始直到明年,属猪人逢天使五行金加持,运势全面好转,性格也越来越自信,越来越大气, 他们身边的贵人将给予鼎力相助,好运直到来年也不停歇,桃花,财运同时到, 无论再落魄,再潦倒,属猪人也能从此转富贵,衣食无忧不差钱。 属牛,属牛人五行师徒,命格之上有贵气财气,这个属相的朋友,从来都具有生财有尽, 为人出事业相当的大气自信,该转运时则转运,桃花,横财尽在明天起到来, 不再孤单寂寞穷的日子,将从明天开始属牛人事业熬出头,家业十足旺, 家人之中有不少能成大事者,与他们互为鸡脚,家大业大,属牛人的来年, 必定大丰收,属鸡,属鸡人五行金主性格乐观自信,天生也是难得的巨富之人, 好运到今朝,全靠自己不断地努力和积累,而接下来的日子里, 属鸡人更在吉星隆德的相助下,风生水起,吉韵当头, 不再孤单寂寞穷,更不再受苦无止境,事业波折熬过去, 家财汇聚如源泉,属鸡人一来不缺钱,二来少小人, 桃花运也水涨船高,如影随形,生活说好,就变好, 属兔,属兔人性格低调但却富有情商,一辈子做人做事,都十分坦率实陈, 看似倒霉一时,其实好运全在积蓄之中,迟早开花结果, 他们从小就有不俗的表现,他们理性沉稳,善于把握机遇, 所以一辈子少走弯路,今年来属兔人的好运近在年底, 年底几个月有机会事业成,财运到,桃花运也格外好, 属兔人此番富贵,注定衣食无忧,还有家人相伴,和孤单寂寞穷无缘, 三分天注定,七分靠自己,想获得什么都掌握在自己双手,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凶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,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,财源广尽,笑口常开,生意兴隆,蒸蒸日上, 福如东海,寿笔南山,年年有余,事事顺心,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固有, 出生在此八个月的人最为好命,不论男女皆负命,可喜又可贺, 有些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富人,犹如命中注定一般, 他们不仅有才华,而且吃苦耐劳,还能用过人的毅力, 克服一个又一个阻碍,从而攀登上财富的高峰, 从出生时间来看,生于什么月份的人,不论男女皆是负命, 早晚将发财致富呢,农历正月,农历正月出生的人, 天生性格比较急躁,他们做事情总是急于求成, 总想住快速地把一件事情完美地办好, 因此他们在前半生,总是因为急于求成,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 所以在前半生他们财运不计,没有赚到大钱, 到了后半生开始,他们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, 因此做什么事情总是能够思前想后,想好了再做, 所以他们后半生,就能够钱财来势汹汹,令人招惹不起, 农历二月,农历二月出生的人,是最有贵气的人, 命中有中天贵心坐镇,一生贵气连连, 重要的是贵人众多,总能逢凶化吉, 他们十岁起就很有智慧,三十岁开始事业走上坡, 直到九十岁,仍然是个有身体,有气势的人, 就算小时候没带过长命所,也一样有福气, 尽四方之财,福禄一生,富贵一世,事业中天, 子孙福气,农历五月,财运逆天, 农历五月出生的人,头脑聪明,擅长交际, 具有渊博的学识,擅长掩饰自己, 所以常常不被人所察觉, 他们有助良好的理财观念,秀钱的功力也强, 知道自己该往哪发展,总能比他人抢先一步赚到钱, 算命先生说,农历五月出生的人, 天生最有富贵命,早晚发大财, 好的运势加上他们的努力, 必然在职场连遇好事,升职加薪, 职场得意,自己创业经营也会裁员广进, 农历六月,农历六月出生的人, 他们天生是先苦后甜的命格, 在年轻的时候,由于家境不好, 因此容易受到家庭所累, 自己辛辛苦苦赚下来的钱财, 全部都给了自己的家人, 但是到了后半生, 他们就能横财运大棒, 常常有意想不到的钱财收入, 因此在后半生他们能够越来越富, 钱财来是汹涌, 每天日尽斗金, 令人招惹不起, 农历八月,大富大贵, 农历八月出生的人天生富贵, 源自他们的辛勤与努力, 他们事业心很强, 富有竞争意识, 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, 这个月出生的人都有出众的能力, 拥有很强的开拓精神, 不管出身如何, 都会积极进去, 早晚都会出人头地, 成为大富大贵之人, 农历十月,家财万贯, 生于农历十月的人, 灵历机敏, 喜欢直来直往, 从来不绕弯子, 他们深得别人的信任, 必成大器, 这样的人, 一辈子贵人运最为旺盛, 哪怕遇到困难也能够逢勋化吉, 成功摆平, 虽然在年轻时波折不断, 但也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, 只要拥有坚持的信念, 三十岁后注定事业有成, 家财万贯, 农历九月, 农历九月出生的人, 是最有福气的人, 命中待天贵福星, 他们天生是个厚道人, 五行厚土在德, 生来有人心善心, 一生都有福报相随, 只要是这个月份出生的人, 千里挑一财命加深, 万里挑一长寿百岁, 一生无病无灾, 无忧无虑, 万事顺利, 这辈子注定财气逼人, 衣食不愁, 富贵双全, 家满福, 子女孝, 一生平安, 农历十一月, 农历十一月出生的人, 是最有财气的人, 五行金土相合, 成为财局, 一生源源不断, 如漩涡般汇聚财运, 多半越老越有钱, 一辈子无灾无杀, 平稳康健, 万里挑一有后福之人, 加上头脑非常聪明, 一生不愁钱财, 事业更是风生水起, 财运是顶好, 金银遍地, 根本赚不完, 这辈子注定万事如意, 吃穿不愁, 难无大慈大悲, 观世音菩萨,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, 吉神相随, 所求如意, 逢凶化吉, 神志动达, 幸福如意, 心想事成, 如意吉祥, 万事圣意, 财源广尽, 笑口常开, 生意兴隆, 争争日上, 福如东海, 寿比南山, 年年有余, 事事顺心, 万寿无疆,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 如意吉祥,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, 留下自己的心愿,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, 自立等人, 大愿就可以实现。